丰田Toyota今天宣布旗下首款市售纯电休旅BZ4X 日本市场将于5月12日正式开卖 同时只能通过Tintos所提供的订阅式租赁服务入手 首播预定名额只有3000台 预计第一年生产销售目标为5000台 虽然目前无法直接买断 但Toyota仍公布了BZ4X的参考售价 两款Z等级的单马达前驱车型及双马达四驱车型 参考售价分别为600万日元、650万日元 换算成人民币大约在30万元及33万元 除了预告BZ4X即将开放预定 Toyota还邀请日本媒体前往千叶线的秀普森林赛道 试驾BZ4X以及挂上司徒品牌的双生车Solter 试驾对象还包括单马达前驱车型及双马达四驱车型 其中BZ4X更进一步公布了动力规格 包括单马达前驱车型的最大输出为150千瓦 车重为1920公斤 0比100千米每小时加速可于7.5秒完成 双马达四驱车型则是搭载前后两具80千瓦的电动马达 合计最大输出可达160千瓦 虽然车重增加到2010公斤 不过0比100千米每小时加速缩短到6.9秒 且无论是单马达前驱车型或双马达四驱车型都一律配置容量为71.4千瓦时的电池组 在WLTC测试规范下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分别可来到559公里 540公里左右 并且支持最高150千瓦的DC快速充电 以及最高6.6千瓦的AC充电装置 BZ4X车身尺码虽然跟RAV4差不多 但败电动车底盘架构所赐 前后悬得已大幅缩短 轴距也跟着拉长到2850毫米 不仅优于RAV4的2690毫米 实际坐在后座也能感受到膝部空间相当宽敞 以身高1米7的成年人来测量 膝盖跟前座椅背之间大约保有三个拳头的距离 虽然受限于锂电池组位于底盘中间 地板跟椅面之间的高度比RAV4缩短了55毫米 较高的人坐在后座大腿前端可能会有点悬空 但由于双脚可以往前伸展 因此并不会觉得局促 虽然考虑到日本民众对电动车的接受度不高 未来日本当地只能通过订阅式租赁服务入手BZ4X 不过脱油的强调在长达10年20万公里的租赁期间内 将保障电池性能 也就是电池容量维持在70%以上 从第五年起月租金将逐年递减并取消违约金 保险、税金及维修费用都会包含在租金内不需额外支付 而且除了可选择单马达前驱车型或双马达四驱车型 还能选择多达11种车色、浅灰或黑色内装 甚至是加选可升级全景天窗及20寸轮圈的专属套件